第十二章免疫 发言是免疫系统战斗后的痕迹 免疫系统很大 有点乱糟糟的 而且遍布全身 很多我们认为与免疫无关的东西 都属于这一范畴 比如耳垢 皮肤和眼泪 任何一种入侵物 只要越过了这些外部防线 只有相对较少的入侵物能做到 很快就会遭遇成群结队的免疫细胞 从淋巴结、骨髓、皮脏、胸腺和身体其他部位涌出 大量化学物质参与其中 如果你想了解免疫系统 就需要了解抗体 淋巴细胞、细胞因子、区化因子、阻碍 中性粒细胞、B细胞、T细胞、NK细胞、巨氏细胞、 蜕氏细胞、吞氏细胞、Fegocytes、粒细胞、 是碱性细胞、干扰素、前列腺素、多功能造血干细胞 以及更多 我的意思是 还要多得多 它们有些作用重叠 有些同时从事多种工作 例如 白细胞介素-1不仅攻击病原体 还在睡眠中扮演角色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舒服时总是昏昏欲睡 有人计算 我们体内大约有300种不同类型的免疫细胞在运转 但曼彻斯特大学免疫学教授丹尼尔·戴维斯·Daniel Davis 认为 从本质上来说 这个数字无法计算 他说 比如 皮肤中的树突状细胞和淋巴结中的树突状细胞很不一样 故此 要对特定类型下定义就会变得相当混乱 更重要的是 每个人的免疫系统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使得免疫系统难以概括 难以理解 出错时也更难治疗 此外 免疫系统不仅仅对付细菌 它还必须对 毒素 药物 癌症 外来物体 甚至对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做出响应 比方说 要是你压力过大或者疲惫不堪 就更容易受感染 由于保护我们免遭入侵是一项无止境的挑战 免疫系统有时会发生错误 对无辜的细胞发动攻击 考虑到免疫细胞每天进行的检查数量 错误率实在很低 然而 有着莫大讽刺意味的是 在人类所遭受的病痛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疾病 如多发性硬化症 狼疮 类风湿关节炎 克罗恩病 以及其他许多讨厌的病症 总共约有5%的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对如此讨厌的疾病范畴 这是个很高的比例 而且 这个数字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我们对其进行有效治疗的能力 看着它 你或许会得出结论 真是疯了 免疫系统居然攻击自己 戴维斯说 但反过来说 一旦你开始思考免疫系统的所有任务 你会惊讶地发现 情况并非从来如此 你的免疫系统正不断受到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的轰炸 这些东西兴许才刚刚问世 比如不断变异成新形式的流感病毒 因此 你的免疫系统必须能够识别并抗击击几乎可以说数量无限多的东西 戴维斯40来岁 身材高大 性情温和 笑声洪亮 带着一股已在生活中找到归宿的快乐气息 他在曼彻斯特大学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学习物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搬到哈佛大学 认定生物学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出于偶然的机会 他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免疫学实验室 免疫系统优雅的复杂性 以及由此而来的解开一切谜团的挑战感 深深地吸引了他 尽管在分子层面上错综复杂 免疫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只负责一项任务 识别任何身体中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必要时杀死他 但整个过程并不这么简单直白 你身体里有很多东西不光无害 甚至还有益 杀死他们有失鲁莽 而且浪费了能量和资源 所以免疫系统必然只能针对那些心存恶意的东西 就有点像是机场观察传送带上物件的安检人员 免疫系统的核心是五类不同的白细胞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氏碱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氏酸粒细胞 它们都很重要 但最让免疫学家兴奋的是淋巴细胞 大卫、班布里基David Bainbridge 称淋巴细胞差不多是整个身体里最聪明的小细胞 因为它们能够识别几乎任何一种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并迅速做出针对性的反应 淋巴细胞主要有两种类型 B细胞和T细胞 有点奇怪的是 B细胞中的B来自法布利囊Bursa of Fabricius 这是鸟类身上一种类似蓝尾的器官 也是B细胞最初被发现的地方 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没有法布利囊 我们的B细胞是在骨髓Bone marrow中形成的 但Bone marrow也以字母B打头纯属巧合 T细胞的T更忠于来源 它们也在骨髓中形成 但来源于Fymus胸腺 胸腺是胸部的一个小器官 位于心脏的上方 两肺之间 很长一段时间里 胸腺在人体中的作用一直是个谜 因为它里头似乎全是死掉的免疫细胞 按丹尼尔 在医生法医澳大利亚科学家雅克、米勒、Jacques Miller 解开了这个谜团 米勒确认 胸腺是T细胞的描固 T细胞是免疫系统里的精英部队 胸腺里发现的死细胞是不符合要求的淋巴细胞 因为它们要么不擅长识别和攻击外来入侵者 要么就是过分急于攻击身体本身的健康细胞 简而言之 它们未能过关 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发现 医学杂志《柳叶刀》评论说 这令米勒成为最后一个确认人体器官功能的人 不少人都好奇为什么诺贝尔奖没颁给他 T细胞又细分为两类 辅助T细胞和杀手T细胞 顾名思义 杀手T细胞负责杀死被病原体侵入的细胞 辅助T细胞帮助其他免疫细胞发挥作用 包括帮助B细胞产生抗体 还有一种T细胞叫记忆T细胞 它能够记住早前入侵者的细节 因此 如果同样的病原体再次出现 它们能够协调快速反应 这就是所谓的适应性免疫 记忆T细胞高度警觉 我不会得腮腺炎 因为在我体内的某个地方 记忆T细胞六十多年来 一直在保护我免受第二次侵袭 当它们识别出入侵者 就只是B细胞产生抗体 攻击入侵的有机体 抗体是一种聪明的东西 因为如果先前的入侵者胆敢回来 抗体能迅速识别并击退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种疾病你只会得一次 这也是疫苗接种的核心原理 接种疫苗这种方法 实际上是诱导身体产生针对特定疾病的有用抗体 不必从生病开始 微生物已经发展出各种愚弄免疫系统的方法 例如 发出混淆的化学信号 或者伪装成良性或友好的细菌 一些传染性病原体 如大肠杆菌和沙门菌 可以欺骗免疫系统 让后者去攻击错误的有机体 人类病原体很多 在很大程度上 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演变出巧妙的新方式进入我们体内 我们偶尔生病并不奇怪 我们并不频繁生病反而可以算个奇迹 此外 除了杀死侵入性细胞外 免疫系统还必须在我们自己的细胞行为失当如发生癌变时努力杀死他们 从本质上说 发炎是身体为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战斗所产生的热度 受伤部位附近的血管会扩张 让更多的血液流向受伤部位 同时也会带来白细胞抵御入侵者 这导致该部位肿胀 增加周围神经的压力 导致敏感压痛 与红细胞不同 白细胞可以离开循环系统 穿过周围的组织 就像军队在丛林中巡逻一样 遇到入侵者时 他们会释放出一种叫做细胞因子的攻击性化学物质 当你的身体与感染作斗争 是细胞因子让你感到发烧和病奄奄 让你感到难受的不是感染 而是你身体的自我保护 从伤口渗出的农业只不过是为保护你而献出生命死掉的白细胞 严症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过多会破坏临近组织 导致不必要的疼痛 但过少又无法阻止感染 错误的发言跟糖尿病 阿尔茨海默病 甚至心脏病和中风等各种疾病有关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麦克尔 金奇向我解释 有时候 在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中 免疫系统会变得发狂 拿出所有的防御措施 发射所有的导弹 你会被它害死 在许多流行病里 细胞因子风暴反复出现 但对蜜蜂叮咬的极端过敏反应也会导致细胞因子风暴 免疫系统在细胞水平上发生的许多事情 至今我们尚未完全理解 还有大量的东西完全没弄明白 在我访问曼彻斯特期间 戴维斯带我去了他的实验室 那里有一组博士后 学者正攻着背 在电脑屏幕上研究高分辨率显微镜拍摄到的图像 一位名叫乔纳森 沃博伊斯 Jonathan Warboys的博士后 向我展示了他们刚刚发现的东西 散布在细胞表面的蛋白质所构成的环状结构 就像闲窗 在这家实验室之外 没有人见过这种环 他们的形成显然是有原因的 戴维斯说 但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他看起来很重要 但也可能无关紧要 反正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能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解开这个谜团 就是这样的事情 让科学既令人兴奋 同时又艰难棘手 如果说 免疫系统有一位守护神 那一定是彼得 梅达沃 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国科学家之一 说不定也是异国色彩最浓烈的 梅达沃的父亲是黎巴嫩人 母亲是英国人 而他本人1915年出生于巴西 他父亲在巴西有些生意 但梅达沃年纪上幼时 全家就搬回了英格兰 梅达沃个子高 长得好看 很有运动天赋 跟他同时代的马克思 佩鲁茨 形容梅达沃活泼 善于交际 温文尔雅 常于交谈 平易近人 躁动不安 雄心无限 史蒂芬 杰伊 古尔德 称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尽管梅达沃受训的方向是研究动物 但为他带来永久生育的是 他在二战期间对人类的研究 1940年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梅达沃和妻子及年幼的女儿正坐在牛津的花园里享受好天气 他们听到头顶传来飞机发出的噼啪爆裂声 抬头看去 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正从天上往下落 飞机坠毁在离他们家200米的地方燃起熊熊大火 一名机组成员幸免于难 但严重烧伤 过了一两天 军队的医生请梅达沃过去看看那位年轻的飞行员 他大概有点吃惊 毕竟 梅达沃是位动物学家 只不过从事的是抗生素研究 有可能帮得上忙 一段极具成效的关系就此开始 他最终为梅达沃带来了诺贝尔奖 医生们尤其为移植皮肤的问题所困扰 每当从一个人身上取下皮肤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 皮肤一开始会被后者接受 但很快就枯萎死亡 梅达沃立刻迷上了这个问题 他不明白为什么身体会排斥一些明显有益的东西 他写道 皮肤的移植完全是出于临床上的良好意愿 往往还有着致命的紧迫性 但移植的同种皮肤 却被身体当成了疾病 需要加以摧毁以求痊愈 起初 人们认为是手术存在某种问题 如果外科医生能改善技术 一切就能好起来 丹尼尔·戴维斯说 但梅达沃意识到情况不止如此 每当他和同事们重复直皮手术 第二次的排斥反应总是来得更快 梅达沃随后发现 免疫系统在生命早期 就学会了不攻击自己健康正常的细胞 戴维斯向我解释说 他发现 如果一只老鼠在很小的时候 就接触过另一只老鼠的皮肤 那么等前一只老鼠长大 他就能够接受后一只老鼠的皮肤移植 换句话说 梅达沃发现 身体在很小的时候 就学会了什么是自我 也就是不能攻击的东西 你可以从一只老鼠身上移植皮肤 到另一只老鼠身上 只要接受移植的老鼠 从很小的时候 就经训练不对该皮肤产生反应 多年以后 正是这一见解为梅达沃赢得了诺贝尔奖 大卫、班布里基指出 尽管我们今天视之为理所当然 但移植和免疫系统的突然结合 是医学上的一个关键点 他告诉我们免疫到底是怎么回事 1954年圣诞节的前两天 在马萨诸瑟州马尔伯勒 年仅23岁的理查德 赫里克因肾衰竭临死亡 但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接受肾脏移植的人 从此重获新生 赫里克非常幸运 因为他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罗纳德 故此 也就有了一名身体组织完全匹配的捐赠者 即便如此 此前从来没人尝试过这样的手术 他的医生也根本拿不准 结果会是什么样 有一种可能是 两兄弟都会死 多年后 顶尖外科医生约瑟夫 莫里解释说 我们从来不曾让一个健康的人 仅仅为了他人而冒这么大的风险 好在事实证明 结果好过了任何人最大胆的期待 甚至还带有了某种传说的色彩 理查德 赫里克不仅在手术中活了下来 恢复了健康 还娶了照料他的护士 并和他生了两个孩子 他多活了八年 最终因为原本的肾小球肾炎 再次发作而去世 他的哥哥罗纳德靠着自己的一个肾继续活了56年 为赫里克操刀的外科医生约瑟夫 莫里在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不过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免疫意志方面的研究 然而 排斥反应带来的问题是 其他大多数移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的10年 有211人接受了肾脏移植 但大多数人就算当时活下来了 也多活不了几个星期 只有六例活到了一年以上 大部分都是因为捐赠者同样是自己的双胞胎亲人 直到一种神奇的药物环胞素研制成功 移植才逐渐变成常规治疗手段 在第七章里我们提到过 环胞素提取自研究人员到挪威度假时偶然采集到的土壤样本 过去的几十年里 移植手术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比如 在美国 如今每年接受器官移植的有3万人 95%以上12个月后仍然活着 80%的人5年后仍然健在 不利的地方是对替代器官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 截至2018年底 美国有11 4万人排在器官移植的等候清单上 每10分钟就有一个新人加入这份名单 每天有20人在找到捐赠器官之前死亡 接受透析治疗的人平均能多活8年 但接受移植手术后 平均可多活23年 大约1%的肾脏移植来自活体捐赠者多为近亲 但其他所有移植器官都来自已故捐赠者 这是一项真正的挑战 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只能寄望于 捐赠者去世时的身体条件和周围环境 能保留正常大小的健康器官 捐赠者跟自己离得不太远 捐赠者去世时恰好有两只专家外科手术团队候命 一只从捐赠者身上摘除器官 另一只把器官安到受赠人的身体上 目前 美国肾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为3.6年 高于2004年的2 9年 但很多人等不了那么久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7000人在接受移植前死亡 在英国 这个数字大约是每年1300人两国使用的衡量标准略有不同 因此 数据无法直接比较 还有一种方案或许可行 那就是使用动物移植 如果需要移植的器官来自猪 那就可以等它长到合适的大小 需要的时候任意摘取 移植手术可以根据时间进行安排 不再作为紧急情况处理 从原则上看 这是个绝妙的解决办法 但在实践中它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 其一是 来自另一动物物种的器官 会引发疯狂的免疫反应 你的免疫系统必然知道 你体内不该存在猪的肝脏 其二是 猪身上存在一种内源性逆转路病毒 简称PER 一旦引入必然会传染人类 这两个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届时定将改变数万人的生命轨迹 另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是 免疫抑制药物并不理想 原因很多 首先 它们不光会影响移植部位 还将影响整个免疫系统 因此病人日后始终会更容易受到感染和癌症的侵袭 正常而言 这些感染和癌症都有免疫系统对付 这类药物也可能存在独副作用 幸运的是 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需要移植 但是免疫系统还能为我们做其他很多的事情 人类总共存在大约50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以克罗恩病为例 这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肠道炎症性疾病 1932年 纽约内科医生伯里尔·克罗恩·巴瑞克隆 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描述了病情 在此之前 它甚至不是一种公认的病症 当时 每五万人中有一人会患上克罗恩病 接着 这个数字变成了万分之一 后来到了一五千 如今 这一比例是一二五零 而且仍在提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谁也说不清 丹尼尔·利伯曼认为 过度使用抗生素和随之而来的微生物储备枯竭 有可能使我们更容易受到各类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影响 但他也承认 原因仍然难以捉摸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 自身免疫性疾病性别歧视严重 女性患多发性硬化症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 患狼疮的概率是男性的十倍 患巧本甲状腺炎的概率是男性的五十倍 总的来说 80%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在女性身上 既然说激素是罪魁祸首 那么 到底为什么女性的激素会扰乱免疫系统 而男性的激素就并不完全如此 还没人说得清 最大的从很多方面来说 也最神秘棘手的一类免疫系统疾病是过敏 过敏只是身体对通常无害的入侵者做出的不恰当反应 它是一个新的令人惊讶的概念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中 拼写为Allergy 是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医学会杂志 然而 过敏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祸根 大约50%的人声称 至少对一种东西过敏 还有很多人声称 对很多东西过敏 医学上称为特异性过敏症 全球过敏率介于10%至40%之间 而且过敏率与经济表现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越富裕 它的国民就越容易过敏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富裕对你来说这么难受 也许 城市化国家的富裕民众接触到了更多的污染物 有证据表明 来自柴油燃料的氮氧化物与过敏发生率较高相关 又也许 富裕国家抗生素的滥用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反应 缺乏锻炼 肥胖率增加 是另一些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 众所周知 过敏并不由基因决定 但你的基因会让你更容易发生特定的过敏问题 如果你的双亲都有某种过敏 那么你有40%的概率也会染上它 也就是说 概率更大 但并不一定 大多数过敏仅仅会引起不适 但也有一些会危及生命 在美国 每年大约有700人死于过敏反应 这是一种往往会导致呼吸道受限的极端过敏反应的正式名称 过敏反应大多由抗生素 食物 昆虫叮咬和乳胶引起 引发的概率 亦按此顺序由高至低 有些人对某些材料特别敏感 查尔斯 帕斯特内克 医生在我们体内的分子 《The Molecules Within Us》一书中讲过 飞机上的一名儿童 因为两排之外的一名乘客吃了花生 不得不住院两天 1999年 只有零 5%的儿童对花生过敏 20年后的今天 这一比例已经增长了四倍 2017年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宣布 避免或减少花生过敏的最好办法 不是从小就不让孩子接触花生 这是数十年来的看法 而是让他们小剂量地接触花生 增强他们对花生的抗性 另一些权威人士认为 让父母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不是一个好主意 任何培养习惯的计划 都应该在合格且紧密的监督下进行 过敏率飙升最常见的解释 是著名的卫生假说 1989年 在英国医学杂志的一篇短文里被首次提出 作者是来自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大卫 斯特朗·David Strachan 不过他自己并未使用卫生假说这个提法 他是后来才这么叫的 文章泛泛地认为 发达国家的儿童生长在更为干净的环境下 而欠发达国家的孩子 从小就跟灰尘、寄生虫亲密接触 故此前者没有抵抗力 后者有 然而 卫生假说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是 过敏病例的大幅增加基本上始于20世纪80年代 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干净远比这要早 故此 单靠卫生并不能解释过敏率的上升 卫生假说的更广泛版本 名叫老朋友假说 如今已基本取代了最初的理论 他假定 我们的易感性并不只基于童年时期的接触 而是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累积变化导致的结果 无论哪种情况 最重要的一点都不变 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过敏 毕竟 吃花生至死并不能带来任何明显的进化益处 那么 为什么这种极端的敏感性会保留在一些人身上 始终是个谜 其他的过敏反应也一样 破解错综复杂的免疫系统不仅仅是一项智力练习 找到方法 利用人体自身免疫防御系统对抗疾病所谓的免疫疗法 有望改变整个医学领域 近年来 有两种方法引起了尤为广泛的关注 一种是免疫检查点疗法 从本质上说 他的基本理念是 免疫系统的内建程序是解决问题如杀死感染 然后退出 从这个角度看 免疫系统有点像是消防队 只要消防队扑灭了大火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朝余境上冲水了 故此 免疫系统内置了信号 告诉自己该收拾装备 回消防站 等待下一场危机到来了 癌症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他们自己发出停止信号 欺骗免疫系统 让他提前退休 检查点疗法很简单 就是重写停止信号 这种疗法对某些癌症的治疗效果出奇的好 一些患有晚期黑色素瘤 濒临死亡的人竟然痊愈了 但出于至今尚未理解的原因 它只是有些时候才管用 而且有严重的副作用 第二种疗法叫CAR-T细胞疗法 CAR-T细胞疗法 卡尔代表欺和抗原兽体 听上去很复杂很专业 但本质上说 它就是从基因上改变癌症患者的T细胞 接着将之送回体内 让他们去攻击 杀死癌细胞 这一过程对一些白血病非常有效 但它会杀死健康的白细胞和癌细胞 病人很容易受到感染 不过 这种疗法的真正问题 大概还在于成本 CAR-T细胞疗法的治疗费用 很可能在每名患者50万美元以上 我们该怎么做呢? 丹尼尔 戴维斯问 治疗少数几个富人 然后对其他人说 你们治不起 当然 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